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是早上的10点20分 我要赶11点20多分的火车 现在准备要出发了 准备要跟狗狗们告个别 我要出去旅行啦 拜拜 这就是我的行李箱 知道了 知道了 我有点忐忑 哎呦有什么忐忑多大了 我连住宿都没定的 还是你去到在定 或者在火车上也在定 我是可以的 好那拜拜 拜拜 走吧 我们要进站 先要少个一个行程健康嘛 然后再撒成分证进去 好 顺利进站了 我们在一楼后边 还要再等大概半个小时 找个地方等好不好 哈喽 我现在呢 在火车站的某个角落 今天呢 跟大家说一下 我到底去哪的城市吧 就是我选择去桂林 大家都知道我在桂林读书 读了四年 但实际上 桂林虽然是一个旅游城市 我在那边读书四年 但我也没去过什么地方 我在桂林当中 我只去过几个墓园 像像米山公园 还有一间其他的公园 圆柏园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海洋乡 阳朔西街 其他任何地方 我就没有去过了 像阳朔那边的石林画廊 玉龙河 老寨山等等 20元人民币的那种拍摄场景 我全部没有去过 所以我知道 屏幕前的大家可能又会说了 天哪 在大学都是去那边 就真的只是读书吗 确确实实的真的 我是比较宅的 基本上就是在学校 要么就是去兼职 兼职的话一般是在市区 所以就更加不会往那种旅游景点去了 所以就大学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直到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桂林 所以呢 这一次旅行的第一站 我选择去桂林 去可能大概玩个四五天左右吧 一或者说一个星期这样子 之后呢 再去决定下一个城市 下一个地点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哎呀 踏出这一步对我来说 已经算是很好了 如果说我一直都是想安心想乐 然后待在家里 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想 我说要去哪里玩 旅行对于我的意义来说呢 就不是例如简简单单的 要出去外面看看风景 其实更多的是出去外面 经历一些事情 像看看世间的白态 磨练一下心血 开拓一下心胸 否则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慢慢慢慢的 你就失去灵感 然后整个人就趋于平和 就感觉没有激情了 像我前面两三周的样子 基本上我就是 心情都没有特别特别高扬 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平和很平和 一直很平一直很平 所以就感觉 是时候该出去走一走了 所以呢 这一次呢 我就先去桂林了 好了 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这个事情 现在呢 我们已经上车了 然后等一下就是四个小时的行程 四个小时 所以会比较久 大概可能到下午 两点半 三点钟左右 就会到桂林 先休息吧